教我武术的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陈胜福老师 一个是陈启生老师 陈启生老师晚年 我有时候去他家里 他就喜欢一个人 七点好茶 他跟我一起聊天 他是语重心长地说 他说 哎呀 这个武术很麻烦 他讲的麻烦 就是很奥妙 也讲不清楚 他就讲一些故事 他讲了 就是他老师的故事 老师 他拿一个很短的兵器 叫铁齿 很厉害的一种兵器 他也没有任 他去到东三省 那叫东三省东北去访 有一次他住了一个店里 那个店主人看他的波幅 因为他有铁齿在里边 以为他有多少金银呢 他看出来了 为什么呢 他发现房顶上有变化 到外面他刚一锤灯 那树是油灯 这树就下了 那只刀就奔他下来了 这还没等那个刀落下来之后 把那个人啊 那个人就连辈子带刀给裹起来了 给裹起来的老先生就把他抓住了 说出来了 把刀放下跪下就磕头了 就是说他的功夫是很高的 那个人强盗想杀他 他把背子 他又不懂得 他一旋就把那人连刀带背子给裹起来了 给裹起来了 就没法动他 结果那人就 就趴下磕头了 就服了 就说他们那个比武啊 都很有意思的 都是一种艺术性 和现在的不太一样 表现的是武德 他不伤害 还让对方服气 是武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